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医学小创头 陈萧雄 还是初期在YouTube和Facebook平台和大家见面 我会以医学领域小小投资者的角度 和大家分享过去十几年在国际的医疗科技 言证复康等等领域里面参与的研发 或者是引进的新技术 希望为更多不幸的病患者 带来全新积极及鼓舞的新曙光 支持我们的请按右下角的订阅和钟仔 说不定会有令人振奋的收获 作为痴迷于医疗领域的创头人 初心一定是渴望救活更多不幸的病患者 再而将相关的技术普及更多国家和地区 引入更多医院培训更多医生 令到更大量患者可以受惠 最后才是寻求投资回报 再进行新项目的投资 但这一类的投资人基本低调 我希望以一个小小的创头者的身份 就和大家分享更多 大家可能要五年十年之后才有机会知道的技术 或者香港大陆都没引入的到底什么国家 什么医院 什么医生对这些新技术已经引入 还有有足够的经验 我都会告诉大家 作为不幸的病患者及其家属 最重要就是不要放弃 积极的求医 要知道医疗科技日新月二 昨天医不到的不代表今天不行 今期会和大家探讨近年引致部分名人富豪 或者是普通人离世的肝细胞癌 到底肝癌的成因是什么呢 而早期又会有什么的征象呢 国际上有没有新的技术 可以有机会克制到它呢 立刻和大家谈一谈 以下是部分名人富豪因肝癌而离世的 包括香港之心艺人吴孟达先生 我们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香港知名的反派演员李兆基先生 香港知名演员主持人沈殿霞女士 香港知名的演员林郑英先生 香港知名的小说家作家金庸先生 香港知名演员陈东先生 香港实力派歌手罗文先生 香港知名马平人兼食评家简怡清先生 香港知名的电视监制萧生先生 前警务处处长许奇安先生 国际知名英国摇滚音乐家大卫宝宜先生 推动了人类直接利用太阳能的相关科技 法林顿丹尼尔斯先生 祝愿他们的家人可以健康快乐 为什么新科技能对付干细胞癌呢 会不会有理想的治疗效果呢 在我们研究引入新的医疗技术之前 我们必须要详细参考大量的临床数据 我们发现到纳米刀在这些特殊的干癌情况下 可能是唯一理想的技术选择 比如肿瘤是靠近一些血管、動脈、膽管、胰管、腎經腺等等的重要管道 甚至在組織周邊的時候不能夠外科撤除 另外如果肝細胞癌病人不想第一次發現肝癌的時候 就立刻採取肝臟撤除的手術時候 納米刀也是一個理想的選擇 畢竟將來最壞的打算如果再復發的時候最後一步才選擇部份撤除 而如果第一次撤除的話 如果復發就好像再不會有機會進行撤除 而第二種技術叫做亞害刀 這個技術其實在國際上已經流行了超過10年 主要是以冷凍的技術將腫瘤的組織凍死 目前已經進入全新一代的亞害刀 這個有機會我再在其他的集數和大家詳細去探討 這次主要還是繼續和大家探討 以IRE納米刀治療肝癌的技術 立刻和大家看幾份國際臨床報告 看看納米刀在豐富經驗的醫生操作下 是不是肝癌患者的新希望呢 這份報告是由澳大利亞墨爾本 阿爾筆雷德醫院放射科 消化科聯同澳大利亞墨爾本 莫納十大學中央臨床學院醫學部一起進行的 不可逆電穿孔治療肝細胞癌 單一中心的長期餘後的研究報告 背景和目的 一不可逆電穿孔IRE是一種非熱消融的技術 用於治療不能夠接受標準熱消融 不可以撤除的肝細胞癌 本研究的目的 是報告我們使用這一種治療方式的長期的結果 方法 根據多學科小組評委的建議 我們確定了2008年12月至2019年10月期間 因肝癌而進行IRE治療的所有患者 分析了截至2020年3月1日的人口統計學 臨床腫瘤反應和生存數據 主要結果是完全緩解患者的局部沒有復發生存率 次要結果包括復發生存率 手術相關的併發症和死亡或肝移疾的發生率 結果在研究期間共有23名患者 78%是男性 中位數的年齡是65.2歲 接受了IRE治療 腫瘤大小的中位數是2公分 範圍是1至5公分 29個病造87.9% 在一次總數26次或兩次手術後成功消融 平均除訪時間是20.4個月 總體生存率中位數為34.5個月 小於2厘米的腫瘤 12個月內的總生存率是100% 結論 IRE對於不適應標準消融技術的早期乾細胞癌 是一種有效的局部消融方法 特別是對於較小的一些病變 進一步研究將這一種技術 和更加廣分接受的消融方法 例如射頻或微波消融進行比較是有必要的 再提一份由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傳染病科 和浙江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肝膽移外科聯合進行的 脈衝電腸消融治療肝癌的研究進展 安全性和早期療效 在過去的10年裏面 越來越多的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臨床研究 評估了IRE消融治療肝臟腫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Color等人 最近在東南亞對21例不能夠撤除的肝癌 進行了這個研究 雖然這項研究報告了較高的併發症的發生率 約是42.9% 但是大多數都是輕微的 不需要額外的治療 此外研究人員發現了結節的大小 小於25毫米 是顯著影響局部腫瘤無進展生存率的唯一因素 然而Sutter等人發現 只有血清甲胎蛋白水平 和這個總體無腫瘤進展生存率是相關的 作者認為這個發言 突出了惡性生長對於癌症治療的影響 作為英國關於IRE的最大系列 一項商機構 中術表明IRE可以作為一種有用的工具 用於治療小於兩公分的病變 尤其是肝細胞癌 然而這項研究的主要局限 包括了回顧性的設計 例如樣本量不足 以及具有多種病理學的患者群體的疑質性 同樣在日本進行的一項前瞻性研究表明 在圖像引渡下精疲穿刺IRE治療後 小肝細胞癌患者可以獲得良好的局部病變控制 6例肝細胞癌患者中有一例 17%出現殘留腫瘤 原因可能是病變的解剖位置不利 術後立即進行的評估不準確 以及嚴格的針位要求有一定的問題 同樣在一行單中心非隨機臨床的試驗中 與結腸直腸癌肝轉移26.1%的復發 以及其他的轉移28.6%的復發 相比肝癌最容易控制在3個月 0%的復發率 較小的腫瘤復發風險更加低 Aerlanger等人 他們的一項研究指出 IRE引起的肝損傷 在肝細胞癌患者中是短暫的 自我限制的 可以通過血清轉氨煤和膽紅素 來進行這個監測 類似地 Fraud等人發現 雖然IRE消融後 乾煤顯著增加 但大多數升高是安全的 並且具有自限性 在一項評估IRE對血管通暢影響的研究中 158條血管中只有7條 即是4.4%出現異常的變化 統計分析顯示 血管異常的存在與否 可能與 來消融部位的距離無關 不幸的是 在Distelmeyer等人的 一項前瞻性多機構的研究之中 雖然在40名把向腫瘤環節中 發現2例 即是5%局部的復發 但2成7的環節觀察到 針度直入 2成2的環節發現膽管有足夠的局部加熱 一項系統的評估表明 對於小於3厘米的肝細胞癌 IROE在3個月時間的完全緩解率是93%至100% 在這個期間 只有輕微的併發症 相關的輕微肝臟病發症 包括心率失常 悶靜脈血栓形成 膽管擴張和肝囊腫 幸運的是 這些併發症大多數都不需要進一步治療 例如血管狹窄可能會急性發生 但是沒有長期的後遺症 總之 IROE是一種安全有效的局部消融方法 隨著IROE在臨床上高的應用越來越廣泛 它的效果將會得到進一步的驗證 從這一份的回顧可以看到 肝癌患者越早發炎越早治療 就有更長的生存期 所以都是同樣建議 有病徵就不要拖 盡快找你的主診醫生檢查清楚 擔心不診或者留診的 其實找第二咨詢的醫生再做多次檢查 就更加穩陣了 其實在網上還有很多關於IROE 不可逆轉電穿孔的不同癌症醫療的訊息 歐、美、日和中國大陸都有 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搜索 我都會安排部分已經完成納米刀手術的不幸病患者 上我節目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的求生意志和這個心努力情是怎樣的 訂閱我的頻道就有得看 下集會和大家分享 名人符號或者更大量普通人都不能幸免的 非常災難最多人的肺癌 到底有沒有什麼新技術適合於這一類的病患者呢? 請訂閱陳少洪的頻道 也都歡迎大家將這一段片分享給更多的親友 說不定能幫到人的 大家較少機會可以從這個醫學創投基金的投資人的角度 去分享到講解這個生老病死的過程 我希望陳少洪這個小小的創投人 能夠帶給大家更多更新的醫療技術突破 甚至只是在早期研究階段的技術 例如非常可怕的腦癌的微創技術 難道兼不會傷害神經線的前列腺肥帶 最新的醫療技術等等的研究 喜歡陳少洪這個小節目的朋友 不介意的就幫忙分享給更多的親友 說不定能幫到人的 有疑問或者是有新技術想和我分享一下 報一下資料的話 都可以WhatsApp、微信或者電郵給我 或者在下面的留言那裏留言給我 一有時間我就會回覆大家